嗨 剛剛上了通告 我現在打算來挑一個 送鄭浩的七夕禮物 哈囉 B站的大家你好啊 我是李正浩 今天呢 要來這邊幫沈君挑一下他的 七夕情人節禮物 Let's go 平常穿衣風格其實 跟 Uniqlo 蠻像的 那種文青簡單的風格 素素的 沒有太多花樣 會有他喜歡 想要買家具類的東西耶 或者是送給他一個太陽眼鏡 上次雖然錄影的時候 有看到他戴 但是感覺他還可以再戴一個更好看的 挑眼鏡的準則是什麼 你自己戴起來好看喔 對 這個一定很適合我 很適合正好正好 感覺這個是他會喜歡的耶 簡單的西裝外套 比較寬鬆一點的 翻新 這裏 衣服 580 我記得 他好像沒有 這一種的衣服 他穿一件這個應該也蠻好看的 這一種比較適合他 比較大地色系 他應該會比較適合 他的衣櫃 顏色非常的簡單 這一種顏色 然後黑色 白色 灰色 差不多就這裏 還是我直接買那個衣服裝 但我自己也有禮物 這個顏色很好看耶 欸 是不是跟我今天的西裝很像 可是我不知道他 他的size 可能是在做的 這個毯子 感覺他需要大進 他連袖子都要穿很長的人 因為他說他這樣子比較安全感 毛炭 毛炭 毛炭好像OK耶 我看他蠻怕的 好像不錯 那我入考量 我剛剛又看到一個新的 我覺得要送他 步手霜 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的手都會很乾 然後我都會借他步手霜 欸 唇膏怎麼樣 我們兩個都是很屬於要用唇膏的 所以 本來就送給他 偶爾我也可以跟他借來用 怎麼辦 我發現買情侶的禮物好超濃的 香噴的感覺很讚 你知道他平常喜歡什麼的香味嗎 他喜歡清香吧 他感覺就不是一個很 濃烈的人 這是什麼 就是把那個 精油淋在上面 他就會有香味 是不是 這好酷喔 蠻有趣的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 感覺不錯耶 他其實在家裡也會煮飯 可是我送他一泡餐具 他會開室嗎 可以有爆料一下 他今天就是把 他自己在家裡準備 午餐 放在一個便當盒 放在那個廚房裡面 這麼可愛 餐具其實 也不錯 平常他 每天都在做菜 用到的其實應該蠻糟的 可是 這些好像都不是套一個 感覺應該是那種 素色 日式質感的那種 他就是一個 很講究生活 講究質感的那種 我現在來看一下 用這個樓盆的賣相 然後我剛剛看到一個 保養香氛 我覺得 我買一個 香氛給他 像他在家裡 不管怎麼樣 聞到那個味道 都可以惹到我 這個蠻香的 這也太香了吧 我覺得他應該 他應該喜歡這種味道 對 你不是要玩交換什麼嗎 我準備好了 我準備好了 我可以現場打開嗎 可以 都不期待 都不期待 這什麼啊 很有質感 很有質感 旁邊還有一個小卡 對 香香的環境給你每天好心情 你知道它是什麼嗎 是香香的東西 確實 很多層 很多層 非常多層 為什麼打開 那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很香的 這是木炭還是石頭 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東西是 它是精油 這個叫破香石 我上次知道 你家有那個一支一支 但這個你家應該給他 而且 你不是很喜歡 有質感的東西嗎 然後就會香香 謝謝 好啦 要換我了 我跟妳說 我們真的 算了 我先不要說好了 好 你自己猜是不是 好 來 先把它拿出來 好 我直接拿 你直接拿 等一下 外面有一個卡片 應該要聽到 希希 情人 解 快樂 愛你 你知道 這個卡片是你當初 黃茶香的東西 是的 很有感 等一下 你先猜大概是什麼 不要玩這個 一個高高受分的 RF嗎 它很香耶 它很香對不對 該不會也是類似的 那你直接打開好了 好 好 你第一個拿出來的就是這個 是的 就是想像你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跟我一樣乾乾的 買一個 可以讓你就是潤一下的皮 它是用什麼天然的西瓜皮 是不是 所以它會有點淡淡的西瓜 對 我就讓我嘗 好 好香喔 很香對不對 而且它很潤 怎麼樣 不錯啊 我覺得光味道我就100分 我們真的 檸檬 沒有火氣的 香氛蠟燭 是的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香氛蠟燭 就是我不喜歡的那種 蠟燭 超 超級 超級 這個味道就是你喜歡的 就是這種不喜歡這種天然 是不是 我那時候一聞就說 這就是像你的味道 真的有耶 是不是很香 很好我 有點像剛洗完澡 出去的那種香味 對不對 因為我知道你不喜歡 太重的香水味 是不是 我曾經講過嗎 沒有 我自己喜歡吃 因為你不滿香水的 對 謝謝 這麼 這麼謝謝 真的 對 你很喜歡這個味道 對 不過這個味道我也很喜歡 謝謝你 謝謝你 大成功 大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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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